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烈焰战车 挽救生命 屡建气功 它是我国第一辆国产的消防车 和平年代暑期特别节目 烈焰战车 本期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 据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暑期最高兴的应该是孩子们了 可以暂时放下繁重的学业 尽情的放松玩耍 不过要提醒家长们 暑期也是一个险情高发期 属于监管的孩子们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 去亲身感受体验消防官兵 在各种极难险重大事件现场 抢险救灾的过程 接下来就请跟随着我们的外景设施组 到火场谈你吧 今天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消防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 几青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用火炙火的历史言格 并且可以亲身体验和学习到 在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正确的逃生技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 中国消防博物馆展成面积9500平方米 共四层 有旭厅古代消防厅近现代消防厅 防火防灾体验馆和临时展厅组成 是我国消防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物馆 也是目前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 展成手段最先进 藏品种类最齐全的消防主题博物馆 博物馆展成融合历史色调 消防颜色符号及消防色散 将消防史料 食物 图片 还原场景 模型等展品 动静虚实串联 配合多媒体实施 营造消防主题鲜明的艺术体验空间 是观众在空间感受互动体验知识解读的过程中 学习防火防灾的安全尝试 走进续听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段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处置大连716火灾的视频 在不断的滚动播放 他时刻提醒着我们消防五小事 消防关系者你和我 许听入口处 顶旁正中精美的龙行早景图案 寓意享用土水 以水克火 表达了人们防范火灾 期盼平安的愿望 而两侧十五米高的树坪上 水龙和火龙相互死斗 最终水胜火势 进而引导观众进入旭厅内部餐馆 旭厅中映入眼帘的六根大律师消防石柱 依次雕刻了古代火神 近代民间水龙会队员 现代消防警察的形象 而缠绵着的六件水龙 是我国古代和近代重要的消防灭火工具 十分珍贵 近现代消防厅 展称了我国历代消防车的原件 图形图片 以及其他史料 消防车的发展演员过程也标志着 中国消防事业的不断进步 民国时期消防工作进一步吸收西方先进成果 逐步走向规范健全 伴随着七雪东介 民国时期的消防工作 在与西方逐步接轨的过程中 开始了蓬勃发展 城市灭火队 城市供水管 滑雪灭火机 电话通讯报警相继由外部沿路 并推广实用 民版消防组织也在不断壮大 不仅部分大型公司长期筹办了自己的消防费 并且各地乡身也开始陆续筹建 易用消防组织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陈列着 古今中外各自消防车的近现代消防厅 去终寻一下 消防车的前世今生 大家看啊 在近代展区呢 静静的停放着一辆红色的老式消防车 它外观呢 酷似老爷车 其实啊 它是我国第一辆国产的消防车 那么在它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就是我国国产的首台与内燃机为动力的冯普消防车 它的存在见证了我国近现代消防工艺的发展历程 1932年 上海震灌铁工厂的薛正祥父子从国外购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牌的汽车 他们选用了本厂仿制的菲亚特派特离心棒 将这辆车呀 成功的改装成了一辆消防车 从此 我们国家第一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冯普消防车诞生了 这台消防车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首辆 它还开拓了我国消防车改装室和制造史生的新片展 标志着中国消防车制造业已经进入了萌芽期 在后来的岁月里 我国消防税的发展也延续了国际的通用作法 基本确立了现代的消防体系 就拿我国的消防车颜色为例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消防车都是红色的 我国也不例外 据美国纽约交通部门调查 红色的消防车每出现十万车次 肇事三十二次 而若将消防车图改成更加鲜明的黄色 每出动十万车次 肇事仅十四点五次 下降了一倍多 大部分国家的消防车是红色的 因为浅色容易让人感觉到情绪安定 然而救火是十分紧急的事情 红色是最醒目的颜色 它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精神振奋 让我们激发斗志 而且远远的就能够看到消防车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消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特别是消防器材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消防车自早也开始逐步兴起 但都是用国外汽车底盘 把孕妇需要改装 在现代消防展期 陈列着一辆建国出汽的时候 我国从国外引进的 在当时技术比较先进的消防车 它已经可以满足高层建筑的灭火需要了 而它是一辆标准的马拉式消防车 马拉式消防车前端的挂钩 也可以挂上机械动力车头 使运行速度更快 于是马拉式消防车逐渐演变为消防汽车 1956年 新中国第一汽车厂正式投入生产 从此中国消防车长期依赖 外国进口的局面 可以彻底改变 消防车制造业 如雨后春笋般的迅速发展起来 消防车的数量 品种 功能 质量 都不断增长与提高 如今消防车已经有了 越来越专业化的区分 功能也越来越强大 近年来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各类消防车 在火场上冲锋陷阵 赴汤导火 目前服役的消防车有 二氧化碳消防车 奥墨消防车 灯高平台消防车 钢粉消防车 通讯指挥车 火场照明车等等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功能 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 而这架飞机能成功迫降 除了驾驶员处置比较成功外 泡沫消防车也同样鞠躬智慧 首先在飞机降落前 泡沫消防车在跑道上 喷洒了厚厚的一层泡沫 为迫降的飞机铺救了一条安全通道 使飞机不至于 因机头触及跑道而着火 飞机着陆后 还是泡沫消防车第一个到达现场 对飞机进行喷淋 防止飞机燃油的燃烧 泡沫消防车 适用于铺救石油等油类大型火灾 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火厂提供水和泡沫混合液 它是机场石油化工企业和城市专业消防队必备的消防车辆 大功率泡沫车 大功率泡沫车 重型水灌车 以及战型保障编队共计37个中队 128台石化火灾的专业作战车辆赶赴现场 此时的现场已经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残战官兵立即采取冷却灌体 作用加工的战事措施 利用大功率泡沫主战车辆 假设车载泡 移动泡和泡沫墙 全力阻结火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恢复迅速确定的作战思路 40个弓箭走全线出击 各防线利用车载泡沫炮和移动泡沫炮 设置52个阵地 堵截消灭流淌火势 利用车载水炮对着火灌实施远距离冷却 在受威胁的临近罐周围 设置移动水炮水枪阵地 对其进行冷却 利用移动水炮对着火管线的火势进行压制 在这期间 128辆各类专业消防车 在强险过程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15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大火终于被扶命 一场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被勇敢智慧的消防官兵消除了 消防铁军在关键时刻 强有力地捍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得益于新时期的消防建设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7年 我国第一部消防法律 消防监督条例颁布 以防为主 以消为府的消防方针 逐步明确 消防工作 由此正是步入到 法治化的崭新局面 近现代消防厅中 精心设计的 5月2汶川大地震 救援多媒体展相 通过场景模拟 视频音效 灯光投影等 现代化展成手段 带给观众一震撼 其中消防官兵的形象 更是栩栩如深 打难临时 人们总是最先看到 消防官兵第一时间 出现在灾难现场 他们身着的 橘黄色消防服 格外耀眼 对于活跃在 消防第一线的 消防队员来说 消防服是保护 他们人身安全的 重要装备品之一 它不仅仅是 火灾救援现场 不可或缺的必备品 也是保护 消防队员身体 免受伤害的防火用具 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叫做闭火服 这套衣服呢 看起来有些笨重 其实啊 它的材质 还是很轻便的 穿着这套衣服呢 可以短时间进入到 800到900度的 高温火场中 进行作业 比如 搬煤蓄罐 关闭天然气阀门 等等 闭火服是一种 特殊服装 而灭火服更为常用 灭火防复服 使用年限一般为23年 接近300摄氏度高温为1小时 500摄氏度高温为30分钟 瞬间接近最高温度为700摄氏度 除了常见的灭火消防服以外 消防官兵们常穿的 还有防暴服 便掘圆服 防静点服 防化服 隔热服等等 和消防服是可相伴的 还有消防头盔 消防头盔也是消防官兵 必不可少的装备 它是用于保护消防队员自身的 头部颈部 脸兽坠落物冲击和穿透 以及热辐射火焰 点击和侧向挤压伤害的防护器具 消防头盔是按照四级减震功能设计的 材料中加入了阻燃剂 零光粉 具有很强的抗烧性 同时夜光效果明显 可连续发光12个小时以上 有了它 我们的消防官兵在出入火场时 就多了一道保护伞 消防官兵们不仅要勇闯火场 赴汤导火 他们还要第一时间出现在其他的灾难现场 惨于地震 雪灾 洪水 海啸 车祸等重大灾难的救援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 灾难的发生原因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势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 消防装备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 各种迫开工具和高科技生命探测仪应运而生 在四川温泉地震救援 北京721暴雨 上海城市建筑物倒塌等灾难现场 都与见其功 作为国家级的防火防灾教育基地 中国消防博物馆始终努力地向全社会宣传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并且通过警示教育和互动体验平台等方式方法 向全社会向大家提供传授 防灾减灾的基本技能 提高应对灾害的应激避险能力 为社会各界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参观平台和优质的服务 为创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消防阿强环境 做出我们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捍卫平安幸福的生活而时刻准备着 这就是中国消防的好男儿 这是消防官兵的新生 也是他们的承诺 今天当您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 不要忘记以防为主 消防结合的理念 只有全民的消防意识增强了 才有社会的长治久安 好了 感谢您收看和平年代暑期特别节目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探秘火场的夏季 再见 防火防灾 我们教你正确方法及时自救 首先是千万不要乘坐普通的电梯 微情时刻 我们教你局比缝身 化险微淫 我今天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站不稳了 和平年代暑期特别节目 微情时刻 下期带您走进中国消防博物馆 教给您防火防灾的常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